我本来坐在那个办公室 后来我们的员工 突然很惊慌的跑进来 告诉我说 理事长你要不要去看 他是不是唐志平 因为头低着的嘛 我一看到是啊 因为他在办加入工会 我说志平你好 他说 嘿理事长理事长 你好你好你好 他就一下子站起来 就跟我一直这样 很礼貌的跟我 见到没有握手了 他说你看 我跟你那么多通电话了 我都还没有来 今天终于来了 他说我以前本来 就想要来加入 他一直没有身份证 现在我长期拘留 这已经拿到了 我可以来加入工会 我说欢迎欢迎 非常欢迎 最近我们很多媒体朋友啊 很多演艺圈朋友 都很关心你 最近好吗 他说很好啊 当然了 事情就是已经是 事实的东西 一下子心情 没有办法接受 他就说很想妈妈 后来我就安慰他 我说那你除了这个部分 其他的都还好吗 他说我其他都很好 谢谢理事长的关心 他现在目前有意 要付出演艺圈吗 他还是说 如果有适合的 有不错的 我也希望大家 也可以找我 我就安排他去 做一个评审的 一个戏剧节目 之后呢 我也在想说 再做一些他的规划 所以除了我演艺工会 我想我们能大力的 协助他 帮忙他 我也希望各界的人士 就是我们业界的 这些制作单位啊 我希望也多给他一些机会 昨天我跟他在对谈 我是觉得他非常棒的 很棒 也很优秀 也很帅 他轮廓很深 很帅 对 个子就很高 所以我觉得 他是一个人才 我是希望大家 多给他表演的机会